第一 口臭 肝脏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解毒中枢 或者说它是一台大型的化工厂 也一点不为过 如果肝脏受损之后 肝脏的解毒能力就会不足 这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氨和氮含量快速的增加 这些物质有刺鼻的气味 它随着血液的流动到达全身 它会通过口腔或者鼻孔排出而产生难分的气味 第二 体臭 那么叶秀绝大部分会遗传有关叶窝 会过度的封闭油脂 导致细菌的滋生产生气味 如果排除叶秀之后 那么最近提出突然增加或者加剧 多半要怀疑我们肝脏出了问题 肝脏受损之后 体内的毒素就无法及时的排出 就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寻求出路 出汗就是其中的一种 特别是在叶下 出汗之后更容易击聚 时间一长就容易形成臭味 甚至在衣服上会有黄色的汗斑 第三就是尿液发臭 肝脏受损之后 尿液中的气味也会加重 这不是正常的尿液气味 健康的人 尿液药味是很淡的 即使有那也是很轻微的气味 肝脏受损之后产生的尿液的气味 污浊刺鼻 这种尿臭味出现主要是由于肝细胞的受损 影响了肝脏中的毒素的代谢 不能正常的过滤 使得尿臭味加重 此时的尿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 此外严重的肝病的时候 胆红素的代谢能力不足 使尿液中的胆红素增加 尿液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出现明显的泛黄 在严重的情况下 还会出现强烈的这种浓茶色 老中医推荐小金方 准备菊花 菊子 金银花 枸杞 牛棒根 桂花 废水煮泡 每天三袋 输干离气 去干火 每天泡茶饮用 可以达到养干明目 一经清干 安心除烦 提神醒脑的作用 这种浓茶饭 的费用 里面 诶 的 费用 伤养 爱